南非独立在线新闻网站6月16日发表 约翰内斯堡大学非洲中国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 科菲夸酷的一篇文章 文章认为法国在非洲的外交政策 依旧是家长式的狭隘和傲慢的 中国在非洲影响力的崛起不可阻挡 据传说拿破仑波拿巴曾在1816年说过 那么让中国沉睡吧 因为当他醒来的时候全世界都会颤抖 直经法国和中国之间在非洲的竞争 已经持续了20多年 在19世纪 法国确立了自己作为非洲最贪婪殖民者的地位 成为较英国、比利时、德国、荷兰、葡萄牙和西班牙而言 在非洲最占优势的殖民国家 经过一个多世纪的财富榨取 在法国先户下的非洲国家 没有一个得到开发或者在经济上独立于法国 所有这些国家仍然处于从属地位 大多是穷国受贫穷、不平等、失业和腐败四大问题 但法国仍然否认他在非洲不幸中扮演的决策 拒绝承认国际机构公布的可怕报告和他应承担的责任 更可悲的是 历届法国政府都坚持把法国的非洲政策描绘成 进步且可持续的 然而 法国公司进行殖民开采 以及在非洲腐败商业行为的证据 在石油、天然气、矿产交易、电信和许多领域持续存在 法国人认为非洲是他们的未来 没有非洲他们就没有未来 因此法国参议院在2013年出台了一份报告 然而他们的理想与他们在非洲大陆的行动几乎不符 人们仍然认为 法国在非洲的外交政策 主要是针对其前殖民地 依旧是家长式的、狭隘的和傲慢的 对非洲矿产资源经济体的地缘政治争夺 削弱了法国保持对许多非洲国家殖民统治的能力 这为俄罗斯和中国等其他非西方国家留出了空间 尤其是中国 他正在填补法国留下的外交和经济真空 根据英国经济学人杂志最近刊登的题为 中国在非洲的特别报道 没有哪个国家接近中国在非洲接触的深度和广度 中国是非洲最大的贸易伙伴 也是非洲基础设施投资的重要来源 中国企业占非洲大陆工业产出的约八分之一 中国建设的数字基础设施是非洲人民至关重要的交流平台 中非政治、军事和安全关系日益紧密 了解中非关系是了解非洲大陆以及中国全球志向的关键 这是对中国在短时间内在非洲取得成就的有利总结 法国和中国之间的粗略比较也说明了这一点 一些生动的数字讲述了中国在非洲引人注目的故事 有明显证据表明中国和法国在非洲进行的竞争 无论现在还是未来 局势都对中国有利 对非洲激烈的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竞争表明 中国已经领先远远排在法国之上 2019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报告说 非洲是世界上增长最快的地区 世界经济论坛预测到2050年 非洲人口将翻一番达到22亿左右 中国在非洲地缘政治影响力的崛起 似乎是不可阻挡的 这种影响力让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感到焦虑和恐惧 经济学人在其特别报道中得出结论说 西方必须加倍努力为非洲国家提供中国的替代品 我同意但是西方能提供真正的非家长式统治的选择吗